我覺得那個先看一下蔡壁如 在臉書上想他兩句嘛 朋友越沉越香嘛 願你我有情有義 我是覺得啦第一句他是在 而且大連除了沒有回良家 沒有他沒被通知 他很多都沒被通知 我沒有辦法理解為什麼 都是黨中央啊 蔡壁如說過啊 如果回去的話會死得很慘 所以你不要死得很慘 令人死得很慘 柯文哲也講他回來很多人會死 那如果他回來 柯文哲身邊的人會不會緊張 會緊張 因為他們現在已經巴著柯文哲 就是你看戰狼小姐姐 他幾乎都代表柯文哲出去 到處站到處站到處罵 柯文哲本來信任他 那如果來了一個 原本柯文哲就信任的人 他給柯文哲很多建議 他會不會位置被剝奪 但是有一點 就是大家要做 可不可以不要做到這麼 台面化成這樣 這麼不好看 尾牙該通知就通知嘛 團拜該通知就通知 最起碼不要讓人家 在台面上拿出來說 你看他都不通知我去團拜 或什麼 你好歹通知他來不來 那他的事 他就算來 大家舉個功 哈哈哈哈 表面做一下 為什麼都連表面功夫都不做 因為柯文哲從來都不在做表面的 你什麼時候看過他在做表面功夫 而且第二個點再來就是說 柯文哲現在也是 因為你蔡壁如 你回來他有辦法幫他整合這些人 這些人現在就不爽蔡壁如 他可能蔡壁如回來 他也不會聽蔡壁如的 會不會造成他內部周邊的人混亂 他就覺得說 那你就先把你擺在那邊 也有可能 所以你沒有給人家位置 你就不要怨別人 但是你的表面功夫真的做得太差 你連通知都不願意通知 那你說蔡壁如去跟人家的團隊一起 那你也不能去說什麼 不過現在看起來的話 本來蔡壁如這個角色 敬可攻退個手 他在藍白之間 大家都覺得說 好當初的跟蔡壁昌對陣那一段 那其實蔡壁昌實力是非常雄紅 那這一仗跟四年以前相比的話 那蔡壁昌自己都形容過 他知道這是海嘯第一排 但他還是撐住了 但你說七千多票 那再怎麼說 藍營一定灌注了 包括盧秀偉一定灌注了非常多心 你本來覺得他這個角色 是在藍白之間 有人形容叫藍白河的示範區 但現在大家講看起來不像是藍白河的示範區 當科文者直接一刀畫 然後盧秀偉做了很多的功夫 包括他的顧問這些 有人直接形容正在藍白列了 我覺得真的這次蔡壁如 當然他在台中選敗給這個蔡壁昌 只輸了七千兩百五十票 是非常不容易 雖敗猶榮 但是他後來沒工作了嘛 猶如喪家之權 沒有人收留他 所以我必須要講 今天盧秀偉收留了蔡壁如 而且給他一個市政顧問 一個月大概有十二萬左右 那個是一個很高位階的 有幾支 我覺得盧秀燕看出他的高度 為什麼 他如果未來要選2028年總統 是很有可能的嘛 我們覺得國民黨裡面大概 三顆太陽嘛 對三顆太陽嘛 雖然我跟他講 一個太陽兩三顆行星 但是行星也可能變太陽 那盧秀燕你看 有一個是冥王星可能會被踢 對 我們擺節目多好 可以增加天文知識 所以我看就是說 盧秀燕如果要選總統 他一定要顧到的是年輕選票 當然 那台灣誰是年輕選票的席票機 就是柯文哲 誰最懂柯文哲 台灣的科學家 蔡壁如 最懂柯文哲 一路從台大醫院 柯文哲那時候 在搞這個葉克摩 他的辦公室 在台大醫院地下室 旁邊是太平間 誰跟他一起 有革命情感 就是蔡壁如 一路扶持他到選台北市長 然後成為台北市 蔡壁如當時是台北市 柯文哲的一品帶刀世衛 誰敢攻擊柯文哲 誰敢批判柯文哲 必務必掃平擴清之 把你擴清掉 選例子嘛 選例子嘛 對不對 所以 以前那個清朝 進了這個紫荊城 任何大官都不能騎馬 蔡壁如是可以在紫荊城騎馬 在柯文哲面前嘛對不對 最紅的 可是肝膽相照的結果 到今天是肝膽劇烈 但我必須要講 因為蔡壁如在民眾黨裡面 得罪太多人 所有人都在跟柯文哲講 這個蔡壁如的不是 所以蔡壁如沒辦法 結果沒掉上去 被這個盧秀燕搜留了 但我覺得盧秀燕是有戰略眼光 他未來要選總統 就是要了解柯文哲打法 然後如法炮制 能夠吸引年輕選票 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凸顯了盧秀燕 他的一個眼光 那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今天為什麼陳佩琪會說 黃三如果沒有黃三三就兵臨滅黨 我認為陳佩琪到底跟蔡壁如什麼關係 蔡壁如講過一些名言 我這輩子最大的期待 是看著柯文哲進入總統府 對於陳佩琪這個第一夫人來講 這個感覺不太好吧 為什麼他把柯文哲送進總統府 陳佩琪不是才能繼續當第一夫人 他可以從第三夫人變第一夫人 任何一個女人會覺得 為什麼有一個人在 要把我老公送到總統府 當然雖然他們是革命情感 是非常的純潔的 但是情形面則絕對怪嘛 我覺得為什麼 陳佩琪現在是站在黃三三這邊 非常明顯 黃三三跟蔡壁如兩個人 在爭黨內之拳 黃三三不想把柯文哲送進總統府 他也想 對他更想把自己送到院長的寶座 立法院院長 沒機會而已嘛 所以我認為說其實這個兩個女人的戰爭 已經開打了 那看起來蔡壁如是輸了 現在到台中去 暫時這個韜光養晦 那我覺得黃三三未來就是 國民民眾黨的一個黨中央的核心 那他是贏了 而且他現在獲得了夫人派的支持 就是陳佩琪的支持 所以他們兩個是合作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整個選完之後 民眾黨之後會不會還有各種的派系之爭 我認為還會非常的嚴矩 特別是雙黃 黃黃三和黃三三都是很有個性的人 兩個人都有自己的組件 兩個人未來是不是能夠合作 還是互相競爭 那另外就是你看 民眾黨到目前為止創黨 也不過五年的時間 已經換了四個秘書長 大家還記得民眾黨黨 第一個秘書長是誰嗎 已經沒人忘了 叫張哲陽 台北市政府的秘書長 沒人知道了 第二任叫謝立功 這件常常上節目 再來就是周台主 大使 現在變成周余秀 一個政黨不到五年四個秘書長 所以柯文哲這個人我必須要講 天下大亂行事大好 他學著毛澤東那一套 任何 毛澤東講過一句名言 黨內無黨千奇百怪 黨內無黨帝王思想 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黨內就是有不同的派系互相鬥爭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他拿四人幫拿周恩來去鬥誰 鬥劉少奇 劉少奇鬥倒之後鬥誰 當然就是四人幫互相互鬥 對不對 後來也把林彪給鬥倒了 你要不要後來叛逃了 所以毛澤東 永遠是在不同派系鬥爭之中 我獲得羽翁之力 繼續鬥啊 你們鬥得越兇 我在上面 我是觀其者 結果我來做仲裁 所以我認為民眾黨的鬥爭 未來一定不會少 這是柯文哲所願意做的 但是我剛剛講到柯文哲 這個蔡壁比如說 民眾黨會走向親民黨 我覺得不會 因為柯文哲看到了親民黨當初的弱點 親民黨當初的弱點 大家兩千年親民黨創黨 兩千零一年 兩千零一年親民黨拿到 四十六席立委 佔當時的五分之一 可是二零零八年就是一席 短短的七年 為什麼親民黨沒了 因為親民黨的當時選立委 人都是什麼博士啦 教授啦 學者啦 都是什麼精英 他們根本看不起選市議員 可是剛剛講過 柯文哲如果去選高雄市長 大家本來以為靠雄市一定是民進黨的 或許也台南市長 那就掀起千層浪喔 而且我在高雄 我在台南 我每個選區只要提名一名市議員 我就會當選 他不一定能夠成市 但是他可以把民眾黨在南部扎根 如果我有市議員 他像叫小草去選 林里長 林長不用選了 林長一個月五六萬 還有摩托車 很多年輕人講說對啊 我可以躍躍意識我可以試試看 試試看過去我們講里長伯 里長伯都老扣扣 現在有年輕人 20多歲大學生畢業去選里長 那就是一個新的顛覆喔 如果我民眾黨 我有里長 我有市議員 我有立法委員八席 然後未來講民眾黨就不會垮 我覺得他在生根 因為過去親民黨是一個扶貧 沒有根沒有著地 如果民眾黨能夠著地 能夠伸進林里的話 我覺得柯文哲看到了 當初親民黨潰散的一個原因